难知难见 如又谈话 稀有出现 我们在六道 在释法界里头 遇到这个法门 可不是容易死心 这一桩死心 我们要多多去想一下 你看今天 我们就眼前来看 这个地球 地球上的居民 大概有六十五亿 六十五亿人 有多少人 知道有佛法 这世界还有很多人 夜深 没见到过 没听说过 有多少 至少有三分之一 这一生当中 不见不回 那么也可能有 三分之一 听到 有佛教 没有接触到 没往来 光听说 真正听到 接触到的 有没有三分之一 没有 三分之一 二十亿人 我们现在了解 全世界 信仰佛教的佛教徒 大概只有 六个亿左右 两个 不多 这六十亿 这六亿人当中 就算的是六亿吧 六亿人当中 有几个是 真正遇到佛法 我们现在讲 佛法在这个世界上 有六种不同的形式 释迦牟尼佛所传的 是教育 不是宗教 有几个人知道 一般大多数的呢 是宗教的佛教 宗教佛教就变职了 能不能得到真实之力 很难 所以 念佛的人很多 往生的人很少 台中联社 李老师 每个星期 讲两次经 三十八年 没中断 一个星期讲两次 懂得一点佛法了 一万个念佛人 才只有 两三个往生 你就知道 往生的人 真的是不多 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有学术的佛教 许多大学 这学习里面 拿着佛经 开库 他们不念佛 他们也不会求往生 新养的 有观光旅游的佛教 还有企业的佛教 有邪教的佛教 那就不必说了 所以一层一层的淘汰 剩下了 没几个人 我们才知道 我们很幸运 人生难得 我们得了人生 佛法难闻 我们闻到佛法 而且闻到正法 正法里头 闻到低业稀有的法门 你可是走大运了 中大奖了 如果你不好好的抓住 中了这个大奖 拿去赌博 一下就输光了 那就可惜了 你要善于运用 那这个佛报 你想不永远 想不尽 所以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遇